其实平药推工漆器修饰技 它主要分的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技 一个是艺 艺代表的就是器物的制作 艺代表的就是装饰 它主要的技法就是 描金彩绘 堆骨照漆 瓶金开黑 瓶金开黑 那是装饰工艺了 这推荐以后上面又画图案 香水人物花牛 该画什么画什么 前面笔画说贴金也好 彩绘也好 最后它就用黑线把它完成开黑 那就等于像线条一样 画画的线条一样 可以让师工为你们展示一下 到底什么是开黑 对 它这个鱼味已经开好了 就留下面部了 就差面部了 所以开黑又叫开脸 对 我们师工平常 他的手其实是会抖的 只有当他拿起画笔的那一刻 他就不抖 而且进入了另一个状态 他的线画的就很流畅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 我们说大势的那种 物我两望的境界 真的只有你全神贯注 心无旁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才能够真的是 下笔如有神 像龙羊 我一看 真的绝对的 这不是大唐美人 我看看 真的 真的 好像 有个酒墨 好美 对 画活了 好荣幸 因为古人说过 意态由来画不成 就是人的那个神态 意运是最难画的 但我觉得怎么体现出 咱们工艺大师 他这个开黑 这个开脸的记忆 就看他是不是活过来了 对的 我觉得他比我还要生动 画得太好了 太好了